可以嗎? 我給大家坐一下 那一粒老公 不過 運動流汗 對身體比較好 整天坐在冷氣裡面 其實身體是越來越 不了 可是很多人不了解 那各位在 修氣功的時候 可以慢慢的感受到 不排汗 每天都不排汗 身體的氣味越來越去 所以要動 要有汗 我們看的計劃不是好事 我們繼續 我們剛剛在講的到1945 就是世界大戰結束了 美國 日本被美國戰 所以整個世界你要看到 如果拿歐洲來跨國的話 因為歐美是一個 你就可以看到 西方國家在殖民全世界的 過程當中 唯獨 沒有獨的世界 我的解讀很簡單 這是拼命 拼命 所以我們再回到奧運 我們就可以看到 奧運 奧運 真正 我分心的影響 都可以看到 還是物質的同學 因為一切後面支撐奧運可以進行下去 不管你個人的秀 不管你各種活動 其實都是 不管我們來西方物質文明的發展 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在個人上身 西方在暴亂的過程當中 互相內鬥互相殺 國家跟國家之間為了生存之下 每一個人都要想辦法發展 要身處發展 所以你就會發現 因為藝術家真的是靠藝術活得下去 你們如果注意去看看 藝術家在那個四百年間當中 畫畫活得下去的 只有兩種 一種就是什麼 替貴族畫肖像 或貴族家庭畫肖像 第二個就是替教堂畫壁畫 或壁畫像 或宗教畫 所有畫山水畫 花費畫 如果只靠這個 幾乎都是貧困的事 所以藝術 我們中國人早就講 藝術沒可能 你就可以講 沒可能 對不對 那個所有的發明為了什麼 因為很簡單 我們兩個 打完仗以後 地雷雷雷雷雷雷雷 開始測量 測量 是這樣 科技的發明是為了什麼 炮是為了打得更準 這當中當然是有個人的一種樂趣在裡面 但是支持這個個人樂趣發展的其實是什麼 是社會競爭獲利的目的 所以在倫敦大火的時候 各位你們知道嗎 倫敦大火 然後決定 英國盟室決定要 重新倫敦規劃 那個負責畫土地的那個人 就是測量一流的 然後他得到什麼 所有 要畫一塊地 然後給某一個人來認買 那個認買的人 就要叫他一塊錢 方式沒有給他錢 他是幫你測量拿錢 西方為了要擴展航行術 所以才開始有航海術 航海術裡面的天文 所有這些 都是為了要到達東方獲得 獲得財務 所以西方在那五百年間 所有種種的知識 講官的就是 需要 生存的需要 然後不斷的打仗殺來殺去 人不能要求發展 所以各位 西方的文明是在 人性的折磨當中 建立起來的 不是在那邊很安逸的 喔 這樣不好 我發明知道 對不起 中國人也早就 我們首先早就講 生意於憂患死 安樂 安樂 不會有什麼好東西 所以剛剛好跟你講 坐在冷氣房 坐太久不太好 我們的身體 生下來就是要有 就是要適應 所以要多流汗 因此 它整個表現的是一個 物質文明的秀 這樣子一個文明 我每次在不同的地方 演講過寫文章 我常常講的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把所有的地球的人 放在一起 我們也要分 東方西方 波浪 各種色的文章 那人類需要的就是一個 好的文明來發展 如果西方文明真的好 那我們就把東方文明全部丟掉了 在上個世紀 共同主義 或一群學者 走的就是這條路線 對不對 把我們詛咒的東西 他們丟掉了 破施就 都賣泥好了 西方比較好 有比較好 所以我們退一步要想 西方文明真的對所有的人類好嗎 我們不要想 我們要繼承我們主線的說法 不要說我好 而是大家好不好 這就是我們祖宗的一個態度 是大家好不好 不是說我好就好 不是中國人好就好 不是台灣人好就好 是所有的人類會為好 可是我們知道 線下最明顯的問題就是 西方的科學方式是難以繼續持續的 因為很簡單 工業革命了以後 製造大量的物質 挖掘土地 燃燒煤 現在燃燒石油 二氧化天就不斷的飆 從1860年開始就不斷的飆 然後現在好了氣流變強 每一年的天災越來越多 科學家也非常憂慮對不對 科學家能夠 我們對物質文明越來越 越深入 越策略越精確 我們開始發現我們的生活環境是越來越有問題 所以如果按照西方這一套模式去去走下去 很顯然的西方的開放模式是難以繼續維持這樣 所以我們真的要這樣做嗎 可是西方發現這個人以後 對不起 知識還是在他們手上 他們不做了 可是繼續這樣做 他有他的生存策略 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討論 他們的生存策略 我可以跟你講 基本上就是知識 第一個叫做知識壟斷 知識不是都在出本帳嗎 他只能壟斷 對不起 是 壟斷知識 第一個要壟斷頭腦 就是這 那妳就想想看 我們以台灣為例 民國四十年到六十年 我們的 台大清大較大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全部變成美國人 為什麼 我們認為我們最優秀的子弟 養到大學畢業了以後 所有的家長 所有的人鼓勵小孩 全部變成美國人 有沒有人回來 非常少 你那麼聰明 美國人就給你一大筆錢 各位 我常常問一個問題 他每年給你 按照現在的數字 每個月給你一千塊美金 一年才多少 一萬兩千塊 給你四年好不好 多少 五萬塊美金 可是那個 在台灣的最優秀的地方 只要他一生當中替他的公司 發明一個全球專利 那是多少錢 那是多少錢 可是我們整個社會 就把我們最優秀的小孩子 送到美國去做 事實 把他變成美國人 就 everything ok 所以美國的移民政策 是全世界最成功的移民政策 把一個年輕人西里去 各位想想看 去的時候 大學畢業 十八 二十歲 二十二歲 在外國的年齡可能更 第十六歲就去了 你念到博士 不到三十歲 如果你用他的年齡就分擔了 一個小孩子生出來 到開始對環境有認識 有認識五歲 十年以後他離開家到美國 開始有知識有感覺了 在美國生活了十年 理財 他對哪一塊土地比較輕 他所有的朋友 所有的事實所有的系統 都在哪裡 所以 找一個年輕有本事的 讓他留下 其他人把他趕回去 這就是美國的策略 事實有料 其實就是斷崩人才 可是所有的國家 這些澳大公國家 大家都很重 我們的父母親的P 日本人是東京大學 留下來在這裡做事 我們是台灣大學去做 這就是台灣跟日文最大的差 我們有安鄉土的觀念 對不起 第二個是貿易 同路法治 各位想想看 英國剛剛講 亂了這麼多的殖民地 你們可以想想看 英國二次大戰以後 所有的殖民地都努力了 為什麼英磅50塊 換一塊人台幣 有時候跑到55塊換一塊 最貴的時候60塊換一塊 美金才40塊 現在33塊 英國那麼小 為什麼他的英磅那麼大 為什麼 一樣嘛 我認識馬來西亞和華僑 以前就是英國殖民地 小孩子就是一樣 就是我剛剛講的 長大了就跑到英國去 英國回來 為什麼 因為整個馬來西亞 過去的政務系統 所有商業系統 全部都是英國系統 所以你從英國回來的以後 你對英國私物最熟悉 我會履歷採過第一個考慮的是 英國貨 對不對 我們那個人從美國回來 第一個想的就是美國系統 我們現在的官員很多都從美國回來 想的就是美國是怎麼做的 對不對 所以把人的頭腦綁死了 把貿易的系統固定了 就把你的貿易通路綁住 你第一個考慮就是 我去那邊都不錯 讓各位窮國家 哪些人可以去留學 當然是那個國家的上層階級 所以他回來了以後 他是不是上層階級 所以他就把整個國家控制住 我們的人都看不到 我們在排外 我們自己的小孩 不願意讓他吃 不願意念書都不讓他吃 我們也不 也不讓外面優秀的人進來 然後我們自己優秀的人拼命出去 台灣可以活多久 我不知道可以活多久 第三個金融系統的統領 所以你們再看一看全世界 美國為什麼可以一再的印鈔票 因為本來很簡單 我們再更遠不講 本來在一次世界大戰以後 全世界都是金本費 美國人講了一句很簡單的話 他說 如果把金本費費掉 用美元來代替金本費 那各位 印鈔票就在入口 所以貨幣是什麼 你現在拿了一百塊 一百塊很好用 那是什麼 撲克牌裡面的鬼牌 你在想想看是不是 我到7-11 我到7-11 咖啡 這個玩咖啡 我到菜市場 那我一菜 這都很咖啡 不像老辣 那就是鬼牌 所以一張鈔票代表的就是什麼 虛擬的物質存在 過去金本費的時候就是 你要挖到黃金販盒那一邊 這個相當於多少錢 你印多少鈔票 萬一這個鈔票 不可以 錢就還有五金 那兩金的收入只有一個 所以物價不會隨便亂飆到 現在金本費 以剩下美金在那一邊 他說我缺錢用 所以要電腦上面打幾個數字 就代表錢 世界的故事不是跑出來了嗎 死投在鍵盤上面 按兩下就跑出來了嗎 美國人就是把所有的人都掛 所以你們就看到 美國人印鈔票以後 覺得就是什麼 歐洲印鈔票 歐洲印完了就是什麼 日本印鈔票 各位 事情還要打亂 金融系統崩潰了會是怎麼樣 所以 金融系統 很多人不了解 最後一個 這三個都行不通了 跟一擊就來了 那感覺 不聽話 會說 你打過他 他的科技是怎樣 直接對 所以先進國家的生存是 就是 解困台灣這些政治人物 台灣的生存策略者 我們這些搞政治人 完全的 不負責 不管哪一個黨 從以前到以前 都只有他們自己的利益 都只有他們自己的利益 把他們泡掉 所以剛剛講的是 是印鈔的東西 跟虛擬的東西 有一個跟大家的肚子有關 糧食權利 各位 你們再想想看 糧食權利 什麼叫糧食權利 每個人都要吃飯 對不對 所以 吃飯的米飯可以變成權利 為什麼 糧食權利 第一個 所有的物資 可以做為 權利的象徵 稀缺性 你每天要吃飯 現在如果到外面去 買不到米飯 你會怎麼樣 大家一開始看 因為現在你不中 你不中 他不中 台灣現在誰在中 所以當他欠少的時候 他就是一種請 我有 你沒有 來喔 一斤二十塊 今天一斤五十塊 一斤一百塊 一斤一百塊 所以當他稀缺的時候 當他供應其中的時候 當他供應其中的時候 只有我有 你們通通沒有 欸 沒有 來喔 錢拿來我老朋友 第三個 虛情深善 這是反過來的 對不對 這是反過來的 如果 所有的消費者 剛剛講 大家都來去 那我也不要說 我很怕 說你錢來我給你 我要不要你 來 出價 這個 你出多少 一斤 你出多少 五斤 你出十斤 還有五斤 來 最後這一個 不要多少 一斤 叫做 禁將 第四個 叫做獨立行動 複雜的東西 叫做獨立行動 叫做獨立行動 複雜的東西 從種植 生產 到包裝 到 你賣 它一手包 你把人都買了 把它丟掉 你要 起零利 所以 每一個人的肚子 要管的是糧食 我們就可以看到 經過分析 全世界這四個國家 有糧食權 為什麼 這四個國家 在目前 是全世界 生產糧食最多的 人家是怎麼樣 種稻子 我曾經破壞一個圖 今天沒有破 那個 煎乳機 好大一台 排得十五 這樣子 那面積是多大 我們的農人 還在田裡面 跪在地上 收集五倍 你的一分地的道 跟人家的成本 差多少 所以全世界 現在有四大人以上 基辛吉曾經說 控制了糧食就控制了 各位 世界四大糧商 三個在美國 一個在保 但是那個法國很快的 它的主基地也能到 各位 你們現在知道什麼叫做 WTO了 世界一頂化貿易 為什麼他們要推動世界一頂化貿易 為什麼他們要推動世界一頂化貿易 台灣種米 如果我跟美國 簽一個月 美國種米 在加州是怎麼樣 怎麼樣公共做人 是用飛機撒 我們還在那裡 比如 我們還在那裡撒 你跟美國平等交易了以後 他一公斷的米 賣多少錢 一公斷賣多少錢 所以五六年前我在南部的時候 那些農夫 為什麼 整年種下來夫妻兩個兒子不回來種 所有的地 種出來的米 除掉成本以後 平均一個月是有一萬塊 怎麼紅 怎麼紅 因此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些國家 這些西方強國 後面在玩的是這個 如果我們的政客 我們的政務這些小國家 就被牽著走 我們的農民怎麼活得下 世大良他們我不介紹 因為就是講這四個 他們把食物的生產一直到 從種一直到出產產 我們可以看一下 你們看看 農業生成事 這只是舉一個小例子 這個小例子 各位可以看看 看起來好像在講麥當勞的薯條 但是你就可以看到背後的意義 在這裡 有網友提出麥當勞的薯條 不是馬鈴薯做的 這段留言讓麥當勞總公司大迴緊張 為了消除消費者的疑慮 加拿大的麥當勞還特別製造了一段影片 讓大家更清楚的看到 從原料到製造出最後薯條的麥當勞薯條 以此來驗證他們是真正的馬鈴薯 從馬鈴薯如何採收開始全程紀錄 加拿大麥當勞把攝影機帶到耕工商的農場 讓大家好好認識這個熱門商品 我們的第一個問題 它是從Prince Steward,VC 你的雞蛋糕是從哪裡 我告訴你的雞蛋糕不是從真正的雞蛋糕 消費者對麥當勞的指令不曾間亂 加拿大麥當勞乾脆開城不公 消費者對麥當勞乾脆開城不公 馬鈴薯從農場通過加工廠 經過清洗切成條照到變成薯條 中間還有什麼 以變成無會言 薯條的加工過程中確實有添加物 但目的是為了讓薯條更美味 而薯條到了麥當 令消費者的問題更多了 加拿大麥當勞乾脆開城 全部加拿大麥當勞乾脆開城 加拿大麥當勞乾脆開城 食物油 調味用的鹽 也只有小小一匙 用力強調素食健康的一面 業者想要扭轉形象 把薯條製造過程公開 開成影片 至於消費者能不能從中獲得解答至的安心 就各自解论 学找答案 我们下转的报告 所以要各位看的 就是整个的机械网 连耕种到收获都是机械网 一块地需要人 那个人一到最少了 所以市场比理化 所有小的地方都在 台湾跟世界谈判的结果 我们也太弱了 所以我们那些猪 去抗议美国猪 立委会成功 其实大家都知道 那些人其实是要的支撑 多一点资助 对不对 给一块 给一块给一块 对他们来讲 就是这么一点点 各位看看美国最近在说 百分之一的人 拥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产业 对不对 所以所有的人都被那百分之一的人当傻子 所以各位你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如果 向我们的教育系统 向我们所有的人讲 接受西方文化 我可以跟各位说 我可以跟各位说 多数的人是没有 多数的人是没有 人活得像动物 所以不是活着就好 人的生命是没有 那么西方会走这一条路 它的背后就是什么 非常遗憾 一开始我们讲的个人主义 西方的个人主义 你们可以看到根本有原因 西方的个人主义 我刚刚刚刚讲的 一开始就是那些会有竞争性的层面 大家在争取利益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 私利指上的个人主义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学生 我们的年轻人在社会抗议在做的 后面的文化是什么 就是被外国洗脑过的个人主义 然后呢 他们所争取的所谓自由平等 什么叫自由平等 自由平等是逝者生存的自由嘛 你有本事就活得下去嘛 没本事就没办法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就跟美国抗争嘛 你以为每个人会理你嘛 这个就是政府补贴嘛 你以为是美国政府补贴嘛 所以我们又在分我们 大家都在吃这个政府嘛 吃到这个政府 无力真的做不下去了 在南高卒的台湾就打了 所以自由主义 慢无节制的自由主义 就是一种是否生命的政府 自由经济主义就是西方现在的推动 那么马基维利的政治哲学就是什么 排他 他所谓的恶是对他不利就要不利 对不对 所以你们看我们以前脑袋不响的时候 上世纪的时候看007看得多快乐啊 007反正就是政府要你外国人死 你就去死吧 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只要我英国觉得你是邪恶的 那我就派了07把你干掉了 成功了 哎正义无所在 什么叫自己呢 我们如果从人类所有的需求来看 刚刚我就讲了 任由西方的文化继续走下去 多数的人 是没有西方 只有少数人 而这些人 沾沾自喜 认为自己在后面是上帝 我控制了所有人 这些人是西方世袭的才华 政治家 所谓精英分子 知识的人 这些人只占了到1% 所有的人都变成了 我们所有其他国家的人 所有下面的人 都变成被他们犯了一个动物 你看美国社会就好 美国社会穷的人 大家都猜猜猜 你不要做乱就好 我这么给你不碰 量子不碰 你时间到我去留那些人吃就好 我都不管 你只要不做乱 你做乱的警察 就拿了一枪帮你打死 他不是在咬猪吗 那我们现在已经很多人都能看到 安生无聊不住就好了 我做丁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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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传统的文化语位去找 我刚刚也讲 八国联军 打人的跟被打的 在金牌奖 得奖上是排在一起的 中国是全世界 我们华人 如果 因為我所謂的中國不是說我親共產黨 我常常講共產黨也是主八戒 為什麼 他們信奉的是馬列主 也是把主線都丟在屁股峰裡 我常常講一句話 中國在哪裡 中國在這裡 我們的人卻要去中國 現在自己的祖先外賓 那些搞台獨的人是什麼書八戒啊 自己祖先不要 然後中國是他們 我告訴你 他們不是中國 他們是馬列主義 如果台灣的這些 劉烏美的這些學者 我們說他是Kiss的H 親白人的屁股 我告訴你 共產黨就是親馬克思的屁股 那裡是中國人 我才是中國 我們的文化才代表中國 所以舊方是什麼 是在我們的文化裡面 我們的文化 很遺憾的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漢代以後 漢代以後 漢代以後就會請死亡燒得差不多了 陶古挖出來的築檢 讓現在 中國大陸發展的三十年已經開始發現 沒有 我們的話好像不行 中國大陸開始推孔子取悅了 開始馬列主義 現在是因為政治上的需要來掛在上頭 我們在 我們台灣的政治口語叫做祖宗潘 可是他在推中國 開始在推 台灣是全世界擁有我們祖先知識最豐富最多的地方 台灣人 台灣政治人物卻想把它拋掉 我告訴你 那一些人 要回去了以後 都沒有領見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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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看 竹简上怎麼談人 這個竹简 非常用巧的 除了刮出兩個 一個叫做 姓程對 一個叫做 姓朱女主 兩個不同的文化出來 你如果去補對內容 發現它很像 可是它的幼稚度 它的毅力度 我現在只是把它最大差異的文字的部分拿出來 當然我今天不是要詳細的講這個差異 我講的是主要的核心概念 那現在的學者就把那些 竹简文字辦成現代的文章 我可以告訴你 查人 他說人呢 雖然有性 心黃正正 代入了後座 代入了後座 代入了後序 第一個差異就是這個性 在性情論寫的是生 在性自民主寫的是性 所以你就知道這一句話 就好像一個老師教兩個學生 兩個學生回去了以後 老師死了 各自把它寫下來 代表兩個族群的人的思想觀念是不一樣的 看到的事物是不一樣的 我搞不清楚現在來學者 為什麼一定要把它合在一起 那代表兩種不同的思想 一個就是人有生啊 人生出來了有什麼 有心啊 然後有性啊 另外一個說人生出來就是有性啊 所以這整個事情 觀念代表的是什麼 就是這樣 我們在兩千多年 在現有的書裡面 就已經說 我們的祖先在炒什麼 炒叫做心統 心性或者是生性性 我們祖先就已經在炒這個 人到底是什麼啊 我是什麼啊 所以那個時候 講心統 心性的人生出來了以後 有性有性 各位我們剛剛在講 佩洛普斯的性 包含我們身體的作者 我們也講到這個性 其實包含的是 你看不到 種種的特性 是因為有這個身 所以人呢 是身 心跟性的作者 另外一個說 身就是什麼 身體啊 你生出來就看到這個身體 所以這個身體有身體的性 心是另外一個 心是從另外來 所以我們有魂魄之說 這個就是什麼 尋子告訴的說法 叫做身體性 孟子的說法就是 人也心有性 這個內容 有機會我們慢慢來 我要講的是什麼 2500年前 我們的祖先就來討論 什麼叫做心性 什麼是生命 各位 先講這一段 所以我們在討論那個的時候呢 非常重要的是性 我們剛剛前面有講 喜怒哀樂之氣 性 對不對 所以剛剛我要提到這個 道死於情 情生於性 這個 道 在這兩本書寫的也不一樣 一個用的是道 這個道就是各位現在 煉氣的那個道 叫做氣道 是屬於生命的一部分 所以你不要以為你煉氣 只是很單純的 你煉氣是通天地 但是性自命主寫的是不是道 這個是行 這是行為的行 中間換一個人 意思是什麼 人在世間的行為 所以這個性自命主 討論的是人的行為 這樣子的觀念不同 就造成下面的不同 剛剛講 道死於情 那個死字 的解釋是錯誤的 不是說完全的錯 它是偏不來 並不完全 死那個死字是這樣的 這個死字 你可以看到 就是兩個詩字 可以看到嗎 這一個 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 就是這一個 兩個詩 倒過來都在一起 扣掉一個命 詩是什麼 各位 如果你們唸過古書 就知道詩是什麼 三公 對不對 詩是什麼 你看 這是我們現在用的 叫你來的 人家 夠的 過去不是 站在你旁邊 這不是手嗎 嘿 來來來來 有沒有 所以 手招可呼 就是死 這是手 這是手 能夠招人做事的是上位 所以兩個上位的人 用手互相協作 你以為它是開始嗎 它叫做智 叫做智 因此 你就可以看到 道死於情 應該叫什麼 道至於情 情生於情 這意思是什麼 你人有各種的性 特性 是來自於哪裡 來自於道 來自於天 我剛剛一開始就講 我們的個人主義 不是看這個人 這個已經有 形象在社會要生存的人 為了要求生存 那麼狹隘的一個觀點 而是把人的生命 從大自然當中 我們怎麼來的觀點來看 因此你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 是所以叫做智 在清華族見裡面有這麼兩個字 就全部都是用到這個不少 這個不肯會勝不自 不罪之 詞 用的是加了一個 點 嘴巴 就是用嘴巴來自如的意思 乃為不遜子智 智就是什麼 政治上的一步又一步 互相緩解 也扣在一起 因此就是 意思就是什麼 就是說 哎呀我找了一個大臣來 這個大臣不好好的挺控什麼 不罪之死 就是 我們常常在看那個寡語 都在看那個 就講說 誒 視你無罪嘛 你說什麼都無罪 所以就不懂無罪之死 你講什麼我都視你無罪 你把話講清楚 所以你都不肯 我都不會殺你了 你還不肯提供意見 所以整個政治治理的不好 所以這個是次 所以我能在2500年前 就已經在討論的 情是什麼 是天道放在人身上的一種生存工具 一種道理的時候 各位 心跟性是協作 我師固女我 再也是西方的迪卡爾 我們現在念西方哲學的人 每個人朗朗上口的說 喂 迪卡爾 我是西方哲學第一人 他原來的話 這麼 我發覺 我想說有什麼 那是什麼 1596 165年 西方學 西方們開始考慮 生命本體的需求 中國人 在溫資上來比較 整整60萬的兩千 可是我們現在是 迪卡爾之上 我們的祖先 我們在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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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自己的女性 西方那種解剖來分析 就是為什麼 因為泰銘是一個成年 他看這個世界 他不去思考以前 我們用重觀體 為什麼我們用重觀體 因為 因為生命是天來的 你要從自己修身修心 進入生命體 以後你才會看到 這個世界是什麼東西 所以生命要回到每一個人各自的內心 從你的生命開始 最底層開始去發 那就是去發 那就是去發 你是做家的 你是做頭的 你是做建的 每一個人都是怎麼樣 都是很努力的在自己的生活上 努力的做 創作以後 產生一種內心的經驗 把它推廣出來 所以我常常舉一個例子 在福曰曲版族之中 武丁找自我大職 在哪裡找到的 建築工人裡面找到的 建築工人來做大職 對不對 建築工人不是只有做建築工人 他在做建築過程當中 產生的那種心理的想法 它可以用在全面 生活全面不同的地方 因此 我們剛剛講幸福 就離不開一起 所以重情就是注重的 那你當你圍觀 關照自己 你在你自己生活當中 每一件事情都有你去做 各位 你想想一下 你的快樂來自你哪裡 當你做就做 哇這個做 哇我做出來啊 你看到那個人的快樂 其實是什麼 他天性天賦 已經充分的展現了以後 最後的一步 他顯現了快樂 是他把他的天賦完全展現了 所以我們的教育 怎麼能夠去發掘小孩子的本性 他的天賦不足夠 我們的教育現在做的就是 大家都趕快 來報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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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 一加一點可以 用誰願意發心思去培養小孩子 去跟他陪伴出那個心 慢慢長大 所以我們的教育 我們現在的教育系統 所有的教育人都在孤隆 孤隆我們民主的生命 這一群人我常常講 教師在抗議什麼 休假 我常常講這些事情 我自己教師出身 教師有資格抗議 一個老師 如果你說你要把小孩子教好 各位 就算小學老師 你要教一加一等 你的學生不一樣 一個學生是來自於 做從商的 一個來自於做農的 一個從空的 你以為他們 你在黑板上寫的一加一等 因為他們的感受也一樣 所以一個老師要教一個固定的東西 他的對象是學生生成 你必須先了解這個學生的本性本質 你要想辦法讓不同的人 用不同的方法去理解 所以我們就看到一件事情 小學 中學 甚至於哪裏是大學 有寒暑假 寒暑假是給老師去休假的 社會每一個人的工作 要十點鐘、十點鐘、十點鐘 老師有寒暑假 然後老師又要去洗頭 這是我的 hobby 所以每個人都說 做好吃真好命 有效果 還有寒暑假 我告訴你 大夫騙走 老師應該要幹什麼 你下一個學期要開始 像我們小學一年級要開 老師第一件事情要做 學校是不是要匯報學生名冊 給老師 導致你的下一個年的班是這樣 老師在暑假 就應該開始做家庭訪問 去知道這個學生的家庭背景 每一個人收五十個學生 大家給學生都沒有辦法 我去看看學生誰 我去看看 我回來想說 這學生都沒有辦法 要怎麼搞 有時間去放假 每一行我們都在爭取我們的權力 沒有人在想我們對這個社會的性質 每一行都是這樣 所以重情 就是重視每個個體 就是重視那個人 他有沒有他的獨特性 怎麼樣培養他的獨特性 所以西方人的方式跟我們是不合的 西方人的方法對未來是不好的 我們的個體主義 我們的個人主義 才是全面關照人的生命 所以廣義的禽是什麼 這個是一個劉悅鼎 一個研究人員寫的 他說廣義的禽是什麼 本體的失禮禽 他是從儒家和觀點去看的 其實就是我的感受 然後往外推推推 其實不脫 汗以後的儒家失禮 為什麼 因為很長的時間 儒家都不相信氣 不相信道 把主線的東西切成兩半 只用心不用心 對不對 戀氣就是戀性 所以我就要說 說是儒家是全國 說是聖子 哪有儒家哪有道家 沒有 儒道 孔子是貧困出色 孔子做的是什麼 第一線的世代的文化 孔子是什麼 孔子是死患 是過去的責任是 如果他的一群同僚 就是拜天跟通天同神 在整個中國的聖哲體系 一個管天地 一個管人世界的事 兩個是聖哲的各一半 後面的學者 不瞭解這個 就開始 我的老師是老子 我們是道家 我的老師是孔子 所以我們是男家 對嗎 中國的學問 中國的信物之學 就這樣被切割 後來的儒者 毀滅了這個 那不應該講 沒有 只有聖哲 只有先王 所以情竟然是一個人 最後在外界的表現 所以情不能喪 我們不注重情侶 我們整個社會不注重情侶 不注重小孩子的感情 不注重別人的感受 只講你 這就是宋禮 理學的部分 可是原來我們的社會是叫情人 所以以前叫做什麼 情你華 後來變成華爾情 所以在竹简文章裡面 提到的一段 他說 凡是樂必悲 哭一悲 皆知其情 好奇怪 樂也會悲 哭也會悲 我們的先生告訴你 為什麼 達到那個情的棋子 哀樂其得相見 所以快樂跟悲哀 這兩個感受 其實是會感受 事故情心 事故情心 2500年前我們的新聞告訴我們 有什麼事情 那麼哀樂 這兩個非常接近 但是它對人的影響是不一樣的 哭是動心 你如果走的是哭 哭起來 有什麼意思 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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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那種情緒對比 意思就是說 這個情緒 悲哀的情緒 就是控制一個人的心 好像你拿江神駕車一樣 不斷的奔馳 越跑越順 不回頭 欺然做 最後這個人情 毀了 不再相信世界有情 自保自平 樂是動心 我叫做樂是動心 更生欲套 啟滅流如也已飛 就是說樂 的心情非常快樂 啊哈哈大笑 然後你就看到 這句叫做 身心的橘子 更生 欲套就是裡面的情緒非常地 旺盛 旺盛 旺盛到最後會怎樣呢 流如也 就是你如果讓這個快樂的情緒 不節制一直下去 他就悲 但是這個悲 卻不是哭的悲 這個悲會使這個人 哭哭 我沒相信那種情緒 那種孫的 對不對 很多人 眾想的 這種情緒 你一定會 這是假的今天還是幫他做的 對不對 羞難合心 他會很難 安靜想 開始想 他如果是真的 他會有辦法再 更進行 就開始進入思想 休息 他想要開戰 所以 哭情 跟樂情 兩個人 感覺看起來一樣 結果就是這樣 最緊張的傷 傷情到最後 這個人是 電視 他是個人 有的人就變成 人生不利 所以我們古代的職人 非常辛苦 他一起去 吹哭什麼 樂情 去了引導進去 對教育 我們對下一代的教育 對周邊的人 要盡量的誘養 盡量快樂的 道理 那你說 古人這怎麼說說 一種觀察 我告訴你 2012年西方做了實驗 一個很簡單的實驗 他們發行外觀開始發現 欸 確實有這麼一個現象 所以他們就說FMRI 用 用腦波段子掃描 叫人家來做實驗 一個人大哭 然後就看 因為你不舒服的時候 血液循環 你看腦部哪些地方 血液循環最多的 就是你那個 影響在腦神經 結果FMRI告訴我們 哭跟樂 這兩個的腦神經系 非常接近 他的影響其餘非常接近 所以西方的心理學家 終於相信一件事 當你只是小哭 小悲傷的時候 他範圍很起 大悲傷的時候 他範圍就變大了 影響進來的腦神經 越來越多 大到這個範圍跟樂 這個範圍的交互相比 所以西方要用現在的 醫學才去證明了 我們先來的腦神經 所以你說 讓另外一個人悲傷 吃不到 讓另外一個人悲傷 吃不到 所以又回到了FMRI 對方 西方 用的個人主義 我們剛剛講 是 只考慮了個人 我們不是 我們是從天道 那麼 這個天道有沒有道理 我們的性 跟我們的個人主義 是息息相關 各位 再看一下 守法神秘的事 既然是沒有任何的開口缺口 任何可以放進燈器 是不是 他們沒有任何的開口缺口 他們沒有任何的開口缺口 因為如果以後的話 都是水就露出來 對不對 他就很聰明 我太知道聰明了 對,好像聰明了 聰明了 這位總學請了熱誤 對 我們對你的狀況不太了解 我們不能把他喝 但老師在那邊哭 然後請現場的來賓 是 抱在瓶子上的簽個名 會證明了 我不會偷換掉這個瓶子 才有待遇 好嗎 我好學你用 身邊的警察還是說瓶子 是完全蜜蜂 因為很愛火的很多人 懷疑錯 換掉你的瓶子 是嗎 OK 這個就懸 就是因為完全蜜蜂的瓶子 接下來我還是需要用東西來接 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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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個 這個 剛剛好 我先說明一下 瓶子大家檢查過 就是 你接來了 手機也是接來了 我先問那個說明 想要發生什麼事情 我要把手機 放進這個寶特給你 真的嗎 怎麼可能 過往瓶子的狀況之下 這個在魔術的術語裡面 能夠Penetration 尼泊 2 001 1 2 2 3 2 3 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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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4 奈婷 奈婷 安心告訴你我我不是紅色 可是你不知道他 對不對 佛仁普斯告訴你我是吟友 我是這樣 他還可以寫專注 告訴你我吟友是什麼 所以大家都說 然後這是知識的 那魔術師律是知識的 他不告訴你 所以在古時候 我沒有很多聰明 能夠做很多的事 你不知道他怎麼做的 那他在這個古文過去的歷史當中發揮了什麼 因為不知道他怎麼做 所以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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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古我也寫成這樣 後來寫成這樣 所以古主著 與人似無形 與武將神神 一公同一 這就是古 這是兩個公別來一起 所以各位 你們還記得上一教我們在講的是 中國最早的已經有六千年以上 一個億 是一群人聚聚在一起 後來發展出像 像 一個家族 對不對 像我們過去有很多地方叫做 張家在家族 不是一個氏族 所以過去是氏族 然後你就看到氏族裡面 過去我們講 所以我們是五星世 都還記得嗎 歷史上去過 每一個氏都表示它的特殊貢獻 那個就是氏 一個區域一個區域 大概有它的特徵 所以在三皇以前 中國上述裡面沒有皇這個字 只有帝 帝是什麼 通天 皇是誰 就是公 能夠做事的公 這一點 後來點很能做 畫著一行 叫做王 跟後來的王 分開了 變成任 因為王有兩個來源 一個王就是這樣 一個王就是任 就是弟 找了一個某一個氏族 能夠解決事體 幫大家解決的事體 請他來拜託 拜託你來做 所以羽 為什麼任命羽來疏通水 因為他就是土工 工 他的家族就是專門製土的 所以請他來替全 整個中國領域裡面受災害的 最後他變成了王 叫做羽 對不對 所以 中國的王 一開始在三皇以前 是忍 是什麼 用法助人之餐 王的系統上 用你特殊的能力 用你的方法 用你能夠做的 對別人有幫助的人 去進行幫助 你幫助的範圍越廣 你就得落 所以 善難之士 我剛剛有講 全部都是士 都是一個一個的士 一個一個區域 善難之士是什麼 任法 因為每一個區域 每一個區域 就像我剛剛在講的 全章 洩鬥 那時候 人越來越多了以後 每個區域 開拓的越來越大 充足的就卸了 那時候就要有一個 公道貝 那個就是 公道貝 要怎麼做 要說 我特殊 我請一個人 你有的 說不好了 我請一個人 來 幫你搭訕 對不對 所以能夠幫地解決的 就是 就是得往 是幫助別人 所以三代以上 受賢不受賜 一直到 灘花節 文王圖上 善忘之道 可是 三代下 秦士 王的第二種出征 我們可以看到 古時候的士 最早的士 各位可以看到 下面是一個 那麼到了 三代的時候 這個古號 這個古號其實 畫成在經文上面 是這個樣子 你如果念上書你就會發現 高好 如做事 五 幸福 笑到什麼 幸福 所以 當衝突越來越多 好話說盡也沒辦法的時候 就用法 那 天下 天下大亂出來 有辦法用法 是誰 用刀 用槍 是行事 所以 從 三代以降 王變成了 可以拿到 殺人 三代以上 王是什麼 給大家奔車 拿什麼東西 這就是中國的王 因此我說 德國王是法相 神 行事 是不得已的 彼此 所以你可以看 我們剛剛在講 布好 布好 我們現在在歷史上記錄 已經知道 他是一個女 他也有奉弟 他是一個女 所以王 的權利是什麼 就是月 這個骨頭 你看到這個骨頭上面的花圍 兩隻老虎咬一個頭 所以虎頭是咬誰的頭 當然不是咬一般老百姓的頭 咬的是敵人收領的頭 所以一旦把敵人的收領砍下來 就表示把那個利益統治了 所以從那個以後 王 就做此 我們聽見 華碩的德國 越來越強 怎麼知道 王是這樣的 另外一條 以致王字裡面 原始之原始 天始之原始 之有另外一個幾次 就是行的印象 天始之原始 諸侯之上始終始下 各位 如果熟悉 商周時代的資助 哪一個山經下面沒有始 是按照能力再分上終下始 對不對 所以始常常就可以說 是第一線的關羽 那關羽裡面有小兵 有士官早 有下始 然後有士官早 對不對 那天始 所以你們就知道 在地底下 一開始 中國人有病會之明 你如果要用那個 剛剛那個資助上來解釋 錯了 就是天始是什麼 原始 就是天始是無所上天的始 諸侯是無所上天的始 諸侯是在天的始 所以就變成上始終始始 所以天始是 就是行事 可以拿到叉 好了 了解王的所在以後 你們就可以知道 現在的社會 現在的社會 當然不可能回到 兩千年前 三千年前 現在的社會 已經找到利用 不可能 我們要回到古時候的相往 也不可能回到貨群的座 怎麼做 很快你都會看到 創業 創業 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我們的農業 我們的所有這些東西 都拿不過外國 你只要是現在用的各種系統 幾乎都引入過外國 外國的知識 手法 各種組織 都比我們強 所以第一個就是 要把希望的人 納建 改善自己的 物質的知識 但是再來 沒有人能夠靠土地過國啊 那你怎麼過國呢 這個呢 我暫時講 時間很短 我為什麼會取郭董 跟取張裝 就是兩個片子 他們都有專業 所以可以創業 那專業什麼啦 專業最容易來的就是 我剛才講的 這樣都又不是 你有天性 你父母親如果不培養小孩子的天性 他就沒有一個天性 他跟大家都一樣 他怎麼樣子會跑出他特色的想法做法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能夠把小孩子的專業特性 培養出來 他就可以創業 那創業了以後呢 各位我剛才講的台灣農業是 保命啊 沒有用 台灣真正的現在的 是服務業 各位再想想看 我們未來的世界 農業 如果都要用機器更多 你種的田都是機器 人還種什麼田 你就一樣是從哪裡來 然後現在電腦那麼發達 現在已經從這個時期開始 電腦設計工具 要你們這些工程資格 整個工廠全部都可以是機器人 能靠什麼為生啊 能靠什麼為生 人唯一靠財產 是你對另外其他人有多少貢獻 與獲得的 那不是服務業嗎 所以台灣 不用這樣講 你就已經知道 台灣的總體服務業 已經占到反而經濟的百分之六十二 因為要創業 不能夠發揮你的特殊財產 你就沒辦法賺 因為你創得過 可是如果你會創業 各位這是股市和股市 天子下面有諸葛 諸葛下面有人民肯定 對不對 這是政治管理 然後現在呢 是什麼 國家總 總統 總統 下面拜託的話是總理 我們是行政院長 下面主定人民 這是現在的國家 我們現在的政治人民 想的還是這個人 所以想要 想要怎麼樣把台灣 正在主定發揮 一塊我們自己是家人 我跟你講 在西方 我剛剛講的西方強勢的文化 作為這樣 你正在地上越玩越小 你正在地上越玩越窮 我搞不清楚台灣的這些政治系 這些教授 他們到底要不要再想 他們不做研究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企業家是清楚的 什麼講 這是過去跟現在 企業家 那企業家 企業家 企業家創造一個企業 我問你 他的土地是什麼 他的生產工廠 對不對 他一個工廠生產 他不就是他的地方 他的員工就是他的人 他今天可以在台灣開一個 生產基地 他可以在美國開一個生產基地 他可以大陸生產的基地 他就是元首 他不是新的企業家 那不是新的企業家 那不是新的祝侯嗎 國家的形態不一樣 各位 我們的政治人物 還在想 過去的土地管理 所以你就看到全世界都在搶有錢人 對不對 因為那些有錢人 都是新的國家 新的國王啊 所以跨國去業是新型國家 你們可以想 國家的定義是什麼 國家的要素是 土地人民政府主權 去掉所謂的人民主權 哪一個新型企業 不是永遠之間 今天已經扳過來 今天所有的企業 他的主權已經大到哪 每一個政客 拜託你來人家 當中我們要限制他 你不能去代表 對不對 然後我們只要企業 想要去大陸 就在你賣台 企業是新主權 企業是新王 他跨越國界 全世界現在的交通 已經跟過去不一樣了 飛機一坐 從台灣到米 12個小時 人跟人交通飛到米 國家跟國家在競爭人才 各位 我們還在想 所以我們的教育 最簡單的目的 就是把人性發掘出來 讓他有所做 讓他能夠服務他人 對不對 我們剛剛講的德王 你能夠服務的人越多 你創造的企業越大 一個企業下面 可以養一百個家庭 那一百個家庭 那一百個家庭都是新的 他不是王 他就是王 所以我們今天的題目 叫做 人人可以死 因為 國家的形態不一樣 台灣所有的政治性 可以養一百個家庭 可以養一百個家庭 謝謝 謝謝 下一回見面 希望大家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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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